方便面不要再泡着吃了 把雪碧倒入方便面中 出锅瞬间变美食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方便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素食产品 很多人都是直接泡着吃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方便面不一样的先吃法 做法独特,唯有解馋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袋方便面 水开之后直接下锅 方便面可根据家里人口的数量来定 用筷子压一压,让它们受热更加的均匀 煮面的时间不易过长,大约一分钟就可以 像视频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捞出 直接放入凉白开中浸泡一下 用筷子搅一搅,使它快速的降温 使用凉水浸泡,面条吃起来口感更加的筋道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根黄瓜,给它切成薄片 黄瓜一定要多一些,这样子才好吃 然后改刀切成起司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根香菜 然后切成1.5厘米长的小段 不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可以不放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到三根的小香葱 切成葱花 和香菜放在一起备用 喜欢吃小米辣的朋友可以准备上三根 如果吃不了辣可以不放 去滴之后直接切成辣椒圈 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蒜就 三半去滴的大蒜 再加入一克的食盐 加入食盐 我们在倒蒜的时候 蒜汁就不会溅出来 而且倒出来的大蒜非常的粘稠 像这样子就可以和小米辣放在一起 再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白芝麻 一大勺不辣的辣椒粉 主要是提香 现在准备一口炒锅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拌小碗的花生米 开最小火 花生米冷油下锅 用铲子不停地翻拌 让它们受热更加的均匀 听不到噼里啪啦的声音 花生米就炒好了 盛入盘中晾凉备用 锅中留少许的底油 开最小火 加入一小勺的花椒 不停地翻炒 炒出花椒的香味 当闻到有一股浓浓的花椒香味 就可以关火啦 然后捞出料夹 现在开火升高油温 把油烧至冒烟 趁热泼在准备好的小料上 激发出白芝麻 以及大蒜花椒的香味 根据自己的口味清淡 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加入两勺生抽 给个底味 一勺白糖增加复合味 一勺蚝油增鲜 然后用勺子 把所有的调料搅拌均匀了 先放在一边备用 接着准备一个大盆 把浸泡好的方便面控水捞出 稍微给它铺平整一些 把水壁倒入煮好的方便面中 水壁的用量大约是300毫升 搅拌一下 让方便面吸收一些水壁的味道 就可以放入切好的黄瓜丝 以及刚才调好的料汁 再撒上又香又脆的花生米 以及小葱花 香菜必须多来一些 最后一定要多来一些 老干妈豆豉酱 吃起来有一股浓郁的豆豉香味 然后把所有的调味料 搅拌均匀了 把水壁倒入方便面中 这种吃法绝对不是黑暗料理 一直在想它属于凉面 还是油泼面呢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缠出装盘 这样做好的面条 吃起来特别的筋道 汤汁浓郁 我跟你们说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爽了 吃起来又香又辣 还有着水壁一股淡淡的清甜 还有着花椒的马香 吃起来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方便面这种新的吃法 你是否喜欢呢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次见